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在盆中种植羽衣甘蓝 以及为何叶子会有些发苦 去年种的品种是红色俄罗斯 这种甘蓝适合做成沙腊或打成枝 今年准备种一些矮生的卷曲甘蓝 这是一种更大众化的羽衣甘蓝 适合任何形式的烹饪 羽衣甘蓝的种植期可以从初春的二月份 一直到剩下的七八月份 并且一直可以收获到冬天 所以我也称它为战备菜 均匀的撒籽覆盖半厘米厚的土壤 二月在室内育种 大约十天左右就可以出苗 长出两片蒸叶后 我们就可以移载到大一点的盆中 当外界气温达到摄氏十度左右 就可以移栽到户外 羽衣甘蓝喜欢排水良好 富含有机质的肥沃土壤 营养十分丰富 但有的朋友却不习惯它的味道 总感觉有些苦味 第一个原因 就是通常十字花科的植物 都含有介子油肝 这类物质通常都会有一些苦味 但一旦苦味很严重 还有可能存在其他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 如果你种植甘蓝的地方光照不足 它就无法通过光合作用 在植物体内积累足够的糖分 甘蓝尝起来就会发苦 第三 土壤酸度过高 也会导致甘蓝发苦 所以老园丁交往在移栽之前 可以在酸性的土壤中 拌入花园石灰来中和土壤 第四个原因 就是一旦外界的气温 超过摄氏25度 彩石的羽衣甘蓝 就会苦味增加 所以羽衣甘蓝 有两个最佳的采石期 第一段最佳采摘石期 就是在春夏气温 升到摄氏25度之前 另一个时段段 就是在秋天气温 降到25度以下 一直到霜冻开始 之间的这段时间里 当然最后一点也要记得 不要等叶子长得太大 再来采收 此外 头一年的羽衣甘蓝 不会抽苔开花 你可以放心地收获它们 优优独播放到4周围 秀 谢谢观看